7月14日上午,野门胡塞武装方面,突然发布视频,宣称击落一架沙特军队的查打一体无人机。 在视频里胡塞武装分子详细地展示了坠毁的无人机残骸,但并没有透露适用何种武器将该无人机击落的。 视频的发布者宣称,这是一架沙特装备的一龙一K查打一体无人机,但是在对现场的残骸对比之后,笔者认为这架飞机更接近沙特公开过的彩虹副4查打一体无人机。 现场的残骸摔得很碎,要辨认比较困难,但是残骸中的导弹挂架,还是露出了其真身。 从下面的这张视频截图可以看到,坠毁无人机使用的,是一个一体式的导弹长挂架。 这种长挂架在彩虹无人机上经常用来适配ARE型空地导弹,而一龙无人机的导弹长挂架是分体式的。 原本的短挂架,主要是适配精确制导炸弹的,所以一龙要使用导弹就必须得在短挂架上,加装一段长条滑轨,另外残骸挂架的外形线条。 也与一龙无人机的挂架不符合,而网上也没有一龙使用这种一体式挂架的照片。 此外,现场遗落的导弹残骸涂装为蓝色,而且中部的战斗部部分,还有两条黄色的条形带,这与配套出口彩虹似的ARE激光,半主动制导空地导弹的涂装相符。 而一龙在公开亮相中诠释使用的蓝箭系列空地导弹,没有挂过ARE彩虹4和ARE都是航天科技集团的产品,而一龙是中航工业的产品。 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此次被击落的应该是彩虹不似残骸挂架和彩虹及一龙的导弹长挂架对比。 而沙特方面,目前装备的大型查打一体无人机公开过的也只有彩虹4B,他们不仅买了彩虹4,而且还引进了它的生产线。 之前也有消息宣称沙特方面进口了300架一龙查打一体无人机,但最后证实合同的合作方是彩虹无人机的东架航天科技集团,而并非是一龙的东架中航工业。 所以沙特大规模装备的应该只有彩虹无人机,不过这架沙特的彩虹4到底是如何被狐载击落的呢? 这倒是非常令人感兴趣的。 一般来说,彩虹4的实用声线超过5000米,平常的巡航高度也可以控制在3000米左右,这已经是接近普通坚扛式防空导弹的极限射高了。 而机上配备的光电观测设备的有效观测距离也超过10公里。 ARE导弹的射程也有8到10公里,所以要想用便携式防空导弹击落彩虹4也不容易,不过湖赛方面的防空武器比较多。 像萨姆6这样的大型野战防空导弹也有,还有改装的R27T等,所以打下彩虹也不稀奇。 沙特公开的彩虹4B和ARE,不过对于沙特方面而言,损失一架彩虹4根本就不算个事,300架的合作合同都能签。 掉一架算个屁,而且这也比前几次被胡塞打下战斗机要划算得多,既不会损失飞行员,也不用费尽心思去搞营救,只需要花钱再买一架就行了。 对于游泡们来说,能用钱解决的事还能叫事,不过对于我国厂家而言,还是要详细研究一下,这次彩虹被击落的原因的,这对于后续产品的改进,以及相关战术战法,和使用手册的研究,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